男人获得意念精神力量 直接化身灭霸启用力量 把门外催房座的房东消灭在宇宙中 男人听到敲门声消失 打开房门一看 房东真的原地消失了 回到房间里 男人双手一摊 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男人名叫老白典型的时代大爆炸产物 每天挤着重复的地铁线路 来到公司的电梯又是挤在人堆里 随后在吵闹的办公室里工作 原本要打印材料的老白 突然撞上风路 现在他终于绷不住了 这种环境下 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 随即他独自在厕所里享受宁静 这时上次小帅进来 看到老白脸色不太好 暴怒的老白有了消灭人类的计划 离开厕所的老白 来到公司食堂 穿过人挤人的椅子 他坐到了亨利旁边 亨利认真地向老白道歉 为表歉意他送了老白一本书 老白念到精神与物质 从专注中获得终极力量 显然老白不太相信这个 亨利解释 这本书是孤本 他朋友真的可以做到 用念力操控妇女 让他买了一条鲜艳的围巾 就在亨利激动的梁术时 又不小心把水洒到老白身上 他急忙不停道歉 随即灰溜溜地跑落 地铁里还是人山人海 老白在里面专注地看着那本书 终于他把书看完合了起来 现在他完全相信里面的内容 他看向窗外热闹的人类 只要老白足够集中注意力 他就能消灭掉全人类 已经消灭掉房东的老白 照常赶地铁 他看着前面挤满的人群 随即开始闭上双眼默念咒语 原本嘈杂的环境 瞬间安静下来 老白睁开眼时 赫然看到 前面已经空如一人 他得意地慢慢走下去 穿过闸门后 地铁缓缓驶来 再也没有讨厌的人类挤在里面 老白舒服地坐下 用一念驱使地铁启动 正想买份报纸 发现没人收钱 老白开启林渊共模式 他坐上宽敞的电梯 又用念动力打开大门 办公室里静悄悄地感觉 让老白无比惬意 他来到窗边看向外面 街道上面空荡荡的 现在这个世界 只剩下老白一人 他开始独自一人办公 但很快 老白就感觉到了无聊 他不知道如何消磨时间 突然镜子里 投射出老白的内心 大白已经知道 老白无聊死了 老白需要消磨时间的建议 大白笑着 让老白面对现实 老白其实想要的是独处 而不是孤独 老白急忙反驳 老白挥手 不想再听大白说话 他拿起纸飞机放飞 又拿起没有声音的电话 他承认需要一点消遣 然后随口说道 来一场地震 突然整栋楼开始拒入联房 老白吓得连忙停止意念 他又坐下来 要求看看闪电 窗外顿时电闪的门 天黑下来 不停地打雷下雨 觉得无聊的老白 让天气恢复 随即决定 今天工作完毕 回到家里 老白终于觉得空虚 镜子里的大白提议 变出一只小狗 但老白同样也不喜欢动物 他无法忍受任何人类 突然老白想到一个绝好的办法 人类 我能够拒绝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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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白决定要人类 都变成他的样子 这天老白来到熟悉的地铁口 施展意念 突然眼前出现密密麻麻的人群 公司的电梯里 同样挤满了人 老白正想顺手 领圆构时 直接被骂 他又马上坐进电梯 里面全是长得和老白一样的人 他猛逼地 看向旁边的女生 就在老白 进到办公室里 坐在办公桌上的老白们 不停地抱怨 他们和他一样讨厌人类 讨厌像牲畜一样的杂音 不停朝周围的人狂喷 老白看着这一切愣住了 大白突然出现提醒他 这就是结果 老白也意识到 有很多他在地球上 也不是好事 随后他让地球恢复原来的样子 办公室里的人全都恢复原状 突然亨利又撞到老白身上 但这次老白并没有抱怨 也没有愤怒 亨利好奇地问道 那本书老白误出东西了吗 老白认真的表示没有卵用 现在他才发现 世界虽然有缺点 但依然值得热爱 人无完人各有所差 认识到这点 才能体会美好的生活